你房间在那边呢 回去啊 我不想回 就想跟着姐姐 赶紧回 这是在家呢 别反复了 姐姐的意思是 不在家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关 听话 快回去吧 我没闹 我是认真的 葳葳 阿玉 你们回来了 你们有没有吃晚饭啊 要不我去给你们做点夜宵 不用了 芸妮 我先回房间了 我已经回来了 妈 我终于找到她了 来 徐薇 你是不是脑子也撞坏了 你怎么能想这种事情呢 她虽然不记得我 但没关系 徐薇 我可不想让你当我姐姐 喂 邱宇 姐姐 你找我啊 我想请你帮个忙 怎么了 芝毅 你觉不觉得 葳葳和阿玉之间 是不是 阿玉那小子 又欺负她姐姐了 你多管管她 每次找你帮忙 你总是一口答应 因为我从来不会拒绝姐姐 姐姐 你还记得我们 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情形吗 当然记得啊 在国外的时候 有一次咱们去餐厅吃饭 我不小心把可乐 撒你身上了 我当时以为你肯定会生气的 结果呢 你不但没怪我 还安慰我 我当时就想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善良的弟弟 来 其实更早一些 没事 姐姐 这给你 赵一边欠款两百万 对 离开盛月集团的支持之后 她的生意一直不是很惊奇 就陷入了赌博的骗局 整天做着暴富的美貌 我打算去找她一趟 一定要挖出幕后住室 我也去 姐姐 赵一边这个人阴险恶毒 我怕你受到伤害 可以啊 我们秋月长大了 都可以保护姐姐了 你会喜欢白衣裳吗 姐姐 你会喜欢白衣裳吗 怎么可能 这个资料的信息确定 原来你喜欢那种类型啊 怎么 你还想帮忙把关挑选姐夫呀 云姨 你们回来了 我给你们准备了晚饭 我在外面吃过了 您早点休息吧 我也吃过了 你动手 你动手 大板妖怪 敢欺负小朋友 小哥你来了 快跑啊 为什么你只记得白衣裕 不记得我呀 别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得到一切 我却不行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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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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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笑 你刚才打得特别好 给我打通透了 我知道哪有钱 云莎莎 你就打算以这种方式逼婚吗 人家女孩子 能拿自己的清白冤枉你吗 就算我和许慧是亲姐弟 这辈子都不能在一起 我也不会娶云莎莎的 那天晚上我们喝多了酒 阿玉哥哥就 你们的问题 你们自己解决 阿玉哥哥不要我都是因为你 阿玉哥哥不要我都是因为你 一切痛苦都是你造成的 如果没有你 我和阿玉哥哥会很幸福的 这一次 咱们就算死 也要死在一起 好吧 阿玉哥哥 阿玉哥哥 阿玉 BRY 光明正大 你突然找我 什么事 我急需一笔钱 马上离开这儿了 那得看你能给我什么 当年你父母车祸的真相 够我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吗 你父母当年是掌握了 某人犯罪的证据 所以被伪装成车祸灭口 是谁 你要想知道实际上的真相 来我家找我 三郎被砸坏了 这里面 怎么会有成SD卡 鞠瑜你发什么疯啊 是你给许薇下的钥匙吧 你就是为了这事 不来一剂猛药 你我的机会怎么会来啊 你就不怕白晴雨跟许薇到时候 真发生点什么吗 我是希望你跟许薇发生点什么 谁知道你没建房间啊 告诉你 为了达到目的 我可以不择手段 但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许薇 王医生 许薇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这个病人有严重的抑郁症 抑郁症 怎么可能 他看起来那么阳光开朗 他是典型的阳光性抑郁症 送起检验科 去做DNA比对 师哥 尽快检测 有结果立刻通知我 快去 好 师哥 这是你让我做的DNA检测结果 我 你让我做的DNA检测结果 我 你让我做的DNA检测结果 我 我 你让我做的DNA检测结果